我們看到這個簡報第93頁這邊 有沒有真的有超音波在這裡 兩顆眼睛嘛 嘿 那你順便檢查一下你們的這個 這個 有沒有上面有那個麵條 啊 他還有分兩種喔 欸對你好聰明喔 公公 這個 如果一頭是這個一頭是這個 這個就是什麼公母的 對不對另外的是什麼 兩頭都是的 總共有各有10條有沒有 各有10條 齁那 我們就來試看看喔 要接超音波如果你要直接把它接到我們這個板子上的 還是建議大家請你先把你的電源先斷掉 好不好 請你先把你的電源先斷掉齁 那LED燈可以先拿起來 因為呢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什麼 Smart這個一個接地而已喔 你如果真的要接兩個裝置 就要用麵包板 所以你先把你的LED燈先歸位一下 好那我們先來這邊 你找到這個 公公公母的有沒有 公母的 那我一般在接這個線的時候啊 我會比較 這樣子 你看一下喔 我會照這個順序 你不一定要跟我的顏色順序或簡報上的那個顏色一樣喔 因為這每一條線都是獨立的這樣了解嗎 喔 他沒有顏色上的區別 只是一般來講我們 接如果你是接電源通常之後比較鮮豔的顏色 接地的話會用比較暗的顏色或比較 要淡的這樣有了解 你看我在這邊有沒有照這個線的順序 照線的順序我就來這裡因為這裡會用到四條 你可以一條一條這樣插進去 也可以先把它對好之後 兩條或四條對好之後一起往前推 但是你在推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喔 你不要像我這樣接 這樣有沒有前面露一點點 請你用拇指 你的大母哥 把它往前推一下 但是也不要太暴力啦 這一個 100塊 這樣了解喔 就慢慢的往前推一下 沒有用到的你就讓他留在旁邊沒關係 這樣了解了喔 你就慢慢推一下 一般我在裝裝置 感測器元件這邊我就會照順序 但是 待會呢我們要接到什麼 接到這個 Smart上的時候就沒有辦法照順序了 可是呢你一邊有順序以後 你在找問題的時候有沒有比較容易找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這個簡報 電源有沒有這邊是接在3.3 所以我的電源現在是棕色的這一條 VCC有沒有 你看一下我們這個板子上面 請問有沒有跟這個上面一樣 上面有這個 有看到對不對 看到了齁 跟模擬器上一模一樣 所以電源是最上面的 OK 那我就從這一條 現在棕色的 你找一下電源 你Smart翻過來有沒有一個3.3 對3.3的我就把它接進去 他那個角位在第3個 我就把它按一下 把它接進去 接進來了 然後呢 第二個是訊號線我接在16 我的第2條訊號線是紅色的 好是紅色的所以我就接在16 這樣子 我把它插下去 第3條是Echo的 我接在14 我的是橘色的 我的是橘色的 我就接在14 14 那接地的這邊沒有接地 在另外一邊 我的接地我現在是用 黃色這一條 黃色所以你把它翻過來 你把它翻過來 有沒有 那個可以稍微撕開一點點沒關係 你看我這邊接地 有沒有這樣就接進來了 所以你再接這個 請問這一條一條的面線 我們稱作什麼 杜邦線 杜邦線 那 你在接的時候這個杜邦線呢 再接 盡量把它插到底 不要就是留一點點空隙 你把它插到底 這樣子 就好像插座一樣 這樣子 你在用的時候比較方便 好有沒有這樣我的超音波這個 硬體就接好了 你一定要先確認一下喔 電源跟接地不能接顛倒喔 接顛倒 一個便當就沒了喔 呵呵 這樣有了解了嗎 如果好了 你的那個積木 就可以一樣的方法 積木就一樣的方式 還記得嗎 LED燈我就把它丟掉了喔 但是我們的 積木是屬於什麼 會回傳樹脂的 所以你要找傳感器 超音波 有沒有都跟剛剛 模擬器一模一樣 只不過現在 這個是接16 這個是接14 所以你先把這個搞定吧 還給你 接著 賀 嗎 還用 卡古 要 回 吃 馬